大熊和蓝胖子对了一个会走路的雪人 不料这雪人跟胖虎有段不解之缘 本以为再重逢双方会泪流满面 没想到胖虎被雪人暴躁了一顿 话说难得越剑台小镇下了大雪 蓝胖子和大熊刚对了一个雪人 结果就被人用雪球攻击了 打得大熊的脸蛋嘎嘎疼 不出意外是小夫和胖虎在作祟 两人还拿着专门发射雪球的枪 打得大熊和蓝胖子毫无还手之力 来自未来的蓝胖子可不是好欺负的 于是他拿出了神奇道具雪球投手 吩咐大熊不断往上面放雪球就行 大熊照蓝胖子的话做 蓝胖子对机器一顿操作 然后大喊一声发射 雪球投手快速投出了雪球 结果正中胖虎的面门 接着小夫也被打中了 胖虎和小夫可不会轻易认输 两人连续用雪球枪发起反击 大熊和蓝胖子相互配合投雪球 双方不知道大战了多少回合 大熊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蓝胖子让大熊快捏雪球 可大熊已经没力气了 把雪球投手干费了 而小夫这伙杀人诛心 对大熊和蓝胖子堆着雪人下手了 这场雪仗以胖虎和小夫完胜收场 好在雪人只是帽子掉了 大熊又给他带了回去 看着这个雪人如此可爱 大熊萌生了把他带回家的想法 于是蓝胖子拿出了机器人素 把他塞进雪人身体里 雪人随即长出了胳膊和腿 蹦蹦跳跳自己就先跑了 屏幕前的你堆过雪人吗 堆雪人的快乐南方的朋友不懂吧 走到一个胡同口雪人停了下来 竟然朝着胡同里走去 大熊和蓝胖子赶紧追了过去 没想到雪人在胖虎家停了下来 大熊和蓝胖子不明所以 此时雪人竟然想翻墙头 大熊和蓝胖子赶紧拦下来走了 终于回到自己家里 大熊和蓝胖子让雪人在墙根下待着 外面很冷 熊妈让大熊戴上围巾 没想到雪人竟然又站起来了 还把熊妈手里的围巾抢了过去 雪人看着手里的围巾发呆 大熊和蓝胖子更懵圈了 熊妈正在屋里吃橘子 没想到雪人把玻璃门打开了 朝着熊妈就冲了过来 一跃而起吓得熊妈大喊大叫 大熊和蓝胖子赶紧下楼查看 一开门顿时震惊了 雪人竟然捡起橘子当鼻子用 蓝胖子检查了机器人素食正常的 那为什么雪人的行为如此奇怪呢 蓝胖子感觉可能是雪的原因 为了调查清楚 蓝胖子拿出了路放水影机 用它可以查看残留在水里的记忆 蓝胖子薅了雪人一把雪 放进路放水影机里后化成了水 他打算从降雪的时候查起 这是从雪的视角看到的画面 再结合变成雪人时的记忆一起查看 或许就能找到他稀奇古怪的原因了 首先看了雪人2000年前的样子 不管哪个时代的孩子都喜欢堆雪人 可看了半天还是没找到原因 蓝胖子都有点想放弃了 大熊却发现了什么 这个雪人也戴着蓝色围巾 或许在这个雪人身上能找到原因 蓝胖子继续调整路放水影机画面 没想到映入眼帘的是胖虎的家 小时候的胖虎也非常喜欢堆雪人 还用橘子给雪人当笔子用 大熊堆的雪人跟胖虎堆的雪人很像 胖虎解下自己脖子里的围巾 竟然毫不犹豫给雪人戴上了 没想到胖虎小时候这么好 这一幕连大熊都没有想到 雪人还残留着当时的记忆 所以才对蓝色围巾和橘子反应过激 甚至连胖虎的家都记得在哪里 如此有毅力让蓝胖子感动不已 而大熊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他想让胖虎和雪人再重逢 小夫和静香知道这事后也很感动 大熊让胖虎蒙上了眼睛 只为给他一个特大的惊喜 胖虎摘下眼罩后震惊了 眼前的雪人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胖虎想起了小时候的雪人 小伙伴们感动得眼泪哗哗流 胖虎高兴地奔向雪人 雪人也伸出四肢做回忆 胖虎眼中充满了快乐回忆 双向奔赴的友情让人动容 大熊看了眼泪止不住流 小伙伴们哭得更是一塌糊涂 雪人跑着跑着一跃而起 以为是拥抱的胖虎震惊了 雪人在空中翻转伸出一只脚 不偏不已正中胖虎面门 然后平稳落地 胖虎被踢翻在地一动不动 小伙伴们都被这一幕震惊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蓝胖子用路放水影机看后续 当时给雪人围上围巾后 胖虎很高兴 可下一秒他却变了一副表情 胖虎竟然对雪人过肩衰 雪人的脑袋摇摇晃晃 最终被胖虎掀翻在地 而胖虎并不满足于此 接着拧下雪人的鼻子 当面把这个橘子给吃了 然后又把雪人踩扁了 这才是胖虎本来该有的面目 原来雪人并没忘记这段仇恨 大仇终于得报 小伙伴们百感动了一场 胖虎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报应